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5月15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礼拜五的台北股市 一开盘指数在美股昨天 大幅度反弹了400多点的带动之下 指数呢开盘开高 一度击涨了123点上去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发现 今天美股大涨台股开高 而且台积电又宣布说 要斥资120亿美金 到美国去设厂 让台积电股价今天开高上涨 可是在这背后呢 有很多个股的大户 反而趁机在做出货的动作 让股价开高走低下来 所以指数的部分 这地方开高一度拉回翻黑 对不对 收盘当然还是涨34点 到底大盘这地方 能不能够稳住 还是反弹已经可能要结束了 开始要往下来做下杀了 关键到底在哪里 待会针对大盘的部分 我们再来做详尽的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当从 趁着美股大涨 找盘指数开高的时候 再度来复制成功的模式 找到一档 有个股大户找盘吉拉 大户在出货的个股 来做一个短空看一下这是昨天 昨天8.299的群联5月14号 还记得利多见报 说第一季的获利翻倍 每股赚了9.63 改写单季新高 这么大的利多 很多人看到股价找盘吉拉上去 我说不对 有大户趁利多见报 拉高出货 所以建议会员朋友先卖后买 找盘人家看到吉充上去 我建议会员朋友卖在293 然后三波的一个下沙 12点不到 成功的建议会员朋友 在284块买回 一口气大赚9块价差 开开心心放进口袋 操作个四张 昨天很多人帮自己加薪个36000 弹起来 那今天呢 再来复制成功的模式 又发现一档个股 有大利多见报 谁呢 2404的汉唐 这是今天汉唐早报都有写 写什么 写说第一季的获利 这地方缴出了EPS3.91的一个成绩单 创下了历年来同期的新高 那这个部分 这个也看到 包括四月份营收公布出来 年增率超过了六成 也是创下了单月的新高 那可是利多见报 很多人看到 不错哦 股价开高爆量 一度又拉高上去 看似大单在敲进 吸引散户在抢进 再又多 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汉唐 好 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后面遮起来 你刚看光靠开盘的部分 你会觉得 今天公布力多 EPS大幅度成长 对不对 股价开盘急拉上去 大单在敲进 这里你看到都有100张 大单敲进 很多人看到这里 就觉得今天汉唐大概要冲了 这赶快跳进去买 可是现龙老师说不对 如果你学过现龙老师的一个技术分析 实战教学就会知道 在这里面的汉唐 有大户趁着美股大涨 利多见报的时候 拉高出货的迹象 短线白战指标也出现高档交叉 向下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这个能够追吗 不行 现龙老师反而建议 我们当冲汉唐 应该要先卖后卖 利多见报 早盘冲高上去 现龙老师 你看到这是9点39分发出通知 定价199.5以上 先做卖出 停损目标都先定下来 当时股价9点39分 其实股价就在199.5的附近震荡 成交在199.5之后 没多久 开始一波的一个下沙 10点多已经翻黑 最低跌到193块 那我们没有买在 这个补在最低点 到了11点的时候 现龙老师发现 这个股价大概 今天的卖压到这里 已经差不多 再下去空间不大了 所以那时候11点左右 建议会员配合 195.5的价位 把它买回来 所以今天汉唐的部分 这样赚多少 199.5卖 195.5买回 4块的价差 对不对 股价找盘开高 我们先买 跌下来买回 一样可以赚啊 4块加差 放进口袋 假设投资朋友 操作个5张 的话 今天又是2万块 放进口袋了 不过 现龙老师讲到这里 要强调 你看现龙老师的节目 重点不是去看 现龙老师今天 会员又可以赚多少钱 因为如果你没有来加入 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那我要强调的重点是 你要看的是 现龙老师 股票操作的一个方法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你想要成功 成功知道的第一步是什么 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再把重复变得更好 这样用正确的方法 不断的重复下去 这才有机会这样 一波接一波 一档一档的赚下去 对不对 那讲到这里 很多人都觉得说 当充简单 就是看到今天股价 什么早盘最强 就充下去买就对了 看到谁今天报纸有利多 就充下去买就对了 可是这样买 你会发现 真的能赚吗 或许有时候行情好 运气好 可以赚个一点赶快跑 可是常常你就会发现 早盘最强的股票 你跑去追 行情如果在整理的时候 你反而就容易追在高点 反而这地方 一个反手下杀 没有赚到就算了 还变成重伤 所以我要强调 或许别人怎么做当充 就是喜欢追高追高追高 别人怎么做 我们就不管 可是现龙老师的当充不一样 我们的当充按照SOP来的 第一步就是先去观察好盘式 如果当天是个攻击盘 我们做短多 短多就是先买 买了之后拉高上去 获利了解 卖掉 但是如果是个整理盘 或是一个准备开高走低的盘 我们就做短空 短空就是股价找盘先卖 卖了之后掉下去 一样买回来 一样可以赚价差 所以这地方操作是十分灵活 重点是要观察好盘式的结构 然后也不要贪多 很多人说当充是不是很忙 一天要插进出个几十趟 并且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当天进当天除 绝不凹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之下 所以每天我们找最有把握的 一到两档个股 带着会员朋友来做操作 就像这个礼拜 我们做个回顾 礼拜一锁定的是4943的康控 有没有发现利多频传 说AirPods Pro需求旺盛 亚马逊也在做真无线蓝牙的产品 营运看涨的时候 有大户拉高上来 那天股价有没有这里是开盘 冲上去很多人就去追了 追完之后 发现有大户拉高出货的迹象 建立大家先卖后买 早上126.5卖 那天没有赚很多 达到平盘左右 125.5的价位买回来 这样小赚一块的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做个十张也有1万块 礼拜二4927的泰顶 那天也是有利多见报 有大户疑似趁着利多拉高出货 也是先卖后买 那不过那天卖在63块左右的价位 一度跌到61.9 但是到了11点左右 买盘有转强迹象 疑似有两派大户多空厮杀 所以下半场变数就比较大 我们就建议会员配 当时施加63.3元附近买回 所以那天小赔个三毛钱 我们就出场了 那看错一定小赔就出 对不对 那绝不凹单遵守纪律 那礼拜三呢 5月13号也跟他讲过 那天的盘势 多空僵持在那里 难有符合条件的个股 难有足够获利的空间的个股 适合当冲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秀兵一天 等看准目标再来出手 这礼拜三 那礼拜四昨天 8299群联 利多建报 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先卖后买 一口气大赚 9块价差 今天汉唐利多建报 大户趁着利多建报 拉高出货 对不对 先卖后买 多少 4块价差 5张又2万 方箭口袋 所以你看到 县荣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不可能说 天天都对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可是只要能够 按照复制成功的模式 对不对 稳扎稳打之下 这个礼拜 战机四次出手 因为有一天休息 其他都是每天一档 四次出手 三胜一负 赔的太顶 小赔三毛就出 对不对 赚的少一点 康控赚了一块 多的群联 昨天赚了多少 9块价差 就像稳扎稳打之下 假设每一档 用一百万商下来做操作 这一格礼拜 可能就帮自己加薪个五位数了 对不对 努力的帮自己当个当充快乐 快乐当充足 这就是县荣老师要强调 你要去看懂我们的方法 怎么样按照SOP来做操作 甚至会员朋友 如果说想学 想学县荣老师 怎么去看盘的 看盘的重点在哪里 以及怎么去看懂大户最常见的出货手法 拉高出货 什么样的讯号出来 可以判断有大户拉高上来是在出货的 这个看懂了 你昨天的群联就可以掌握到9块价差 今天的汉堂也有4块左右价差 对不对 以及要做短空先卖 选股的时候怎么去选 进场点怎么设 停损点获利目标怎么设 这个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最新的会员实战教学的影音 都有提供给会员朋友 如果会员朋友这个地方一年期的 在我们基品操盘团队网站上面 都会有个个人的专属账号密码 可以来做观看 再强调一次 这个不是要赚会员朋友的钱 我没有额外跟会员收钱 每个一年期以上的会员朋友 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个人专属账号密码 学习到这些东西 那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学到这些东西之后 一方面可以跟着现隆老师掌握赚钱机会 来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 当然一方面又可以学会现隆老师看盘的技巧 选股操作的方法 让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不用靠现隆老师 自己就成为独当一面的操盘高手 这就是现隆老师最大的心愿了 当然这个部分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好回来继续来谈到台北股市了 还记得礼拜一当大盘指数创下反弹的新高 11039大家都觉得指数11000站上去了 准备来继续挑战12000的时候 那时候消息面是利多频传 台湾连续28天没有本土病例了 美国那边说瑞德西伟新冠肺炎是有效的 川普也计划重启经济的时候 我特别有没有提醒大家 第一个量趋势在转弱 第二个筹码面对多方不利 第三个领头阳台基建有结构转弱的现象 第四个整个形态来看的话 出现上升屑形的结构 那因此在这地方什么叫上升屑形 还这个学过我的技术分析的就知道 提到上升屑形在涨了一大段之后 看起来很容易吸引一般的投资人 功力不够会觉得行情还在继续走高 创新高而上去屑形 但是这种趋势一旦扭转下来 一旦开始反转向下 往往是怎样 往往会是跌得又快又急 所以这部分礼拜一才提醒大家 要小心这个上升屑形 讲完礼拜二急跌133点 那礼拜三稍微反弹一下下 礼拜四昨天又大跌了157点 对不对 都符合我说的 翻转下来又快又急 那当然今天指数的部分 早盘开高一度涨123点 但是收盘这地方又这个 这个十点多又一度翻黑 收盘涨34点 那这个行情 接下来呢 当然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在一档股票台积电 那台积电有一个今天 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宣布说要砸120亿美金 到美国去设厂 那这个消息 当然也激励了台积电的股价 稳住了 看起来是稳住了 上涨了5块钱 收在298块的价位 至少稳住 没有破那个290.5的低点 对不对 可是真的这则消息 对台积电而言是个利多吗 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 其实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 台积电是迫于无奈 必须配合川普来做演戏 对不对 川普现在在疫情越来越严重 重挫了美国经济的情况之下 想办法要挤出一点 这个政绩出来 来让他的一个总统大选选情 能够拉升 那为什么台积电必须要配合川普来演戏呢 其实之前就跟他讲过 对台积电而言 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疫情 他不怕疫情 就怕美国翻脸无情 就怕美国实施 所谓的长币源条款 要求台积电这地方 配合美国的条件 不准再出货给华为 那华为目前已是仅次于苹果的台积电第二大客户了 对不对 如果说这地方台积电少了这个大客户 而且他的比重还在持续增加 对台积电而言 绝对这地方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为了避免说美国翻脸无情 不得不配合川普演戏 那为什么我说去美国设厂 其实也不算件好事 很简单 以美国的产业链 有完整的上中下游 对不对 台积电去设了一座12寸厂 生产出来一个晶圆 你要去哪里做封装 你要去哪里做测试 没有那个产业结构链在那里 对不对 以及人力成本在台湾 对不对 多少台积电的员工 顶着硕士以上的一个学位 来做这个台积电 但是薪水来讲的话 相较于美国 其实是便宜很多的 如果相同的人力 在美国 那个薪资可能就要暴增上去了 所以其实在美国设厂 并没有优势 还有包括了跟客户的距离 你说可是美国有苹果 有AMD超微 有这个NVIDIA 可是你不要忘了 这些公司它设出来 设计出来的晶片 最后要到哪里去组装 组装厂放在哪里 还不是在中国大陆 到最后生产出来的晶片 还是要送到中国大陆 给下游来做组装 对不对 所以在美国设厂 其实并没有优势存在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它其实早就有一家美国的子公司 Wolfertech在美国已经设厂了很多很多年了 只是这么多年也没在扩厂 因为并没有优势在 所以这只是纯粹配合川普演戏 并不算个大力多 对股价而言 当然今天涨个五块钱上来 可是它仍然在这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当中 重点是目前指数突破新高的时候 它都未能够过309的这个高点 对不对 指数还没破月线的时候 它就先破月线下来了 结构还是持续的偏弱 就算配息了两块半 宣布高股息 还是换不回外资的新的时候 我只能说守得住290.5 塞链三角形整理 震荡已经是最好状况 当然还是有机会突破 但是万一290.5失守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小头部 下去准备拉回来彻底 而目前来看 这个可能性似乎越来越高 仍然要注意 对不对 那第二个 当然很多人在最近都看到说 台湾上市柜公司营收 4月公布出来 哇创今年新高 甚至很多分析师在告诉你 4月营收创新高的加速 超乎预期 代表台湾的基本面真的很好 那是真的很好吗 先提醒大家 其实4月营收 台湾的公司能够大幅度成长 有一个关键你要去思考 它是在复工的初期 好 那本来疫情的时候 过年期间很多厂商停工了 那复工初期 下游厂商会担心 哪一天会再度停工 对不对 所以造成了什么 会可能会有上流再断链的可能性在 因此很多下游厂商会超买 来什么 拉高库存 问题出在当超买拉高库存之后 疫情过后库存会是偏高的状况 那反而会造成什么 到了下半年忘记不忘 甚至需求没有上来的时候 急速下滑的时候 到时候这地方整个业绩 又可能会急速下滑的可能性 都要十分注意 所以不要以为4月营收好 就可以这样一路好下去 它反而你要更小心 会不会像去年被动元件 当大家说缺货要涨价的时候 下游拼命overbooking 超买被库存 那等到大家觉得没有缺了 库存太多了 被动元件怎么崩跌下去的 这个要去思考 所以为什么FED要警告大家 美国经济恐怕陷于长期衰退 对不对 包括了国内的央行也在提醒 就算疫情过去 都可能会出现反全球化 债务攀升 以及最重要的疲弱经济成为常态 这种状况就连股仁巴菲特 他有危机入市抢股票吗 不但没有 反而手中握了历史新高的 1370亿美金的现金 而且都说可能还太多 可能还要继续减码 对不对 为的是什么 怕的就是当接下来股灾过后 先做一个死猫跳反弹 谈完之后 如果是真的经济大萧条来临 那个股市到最后 跟着经济一起往下走 或许不是那种股灾式的崩跌 但是那种温水煮青花的跌法 这才会是最可怕的 这个部分再三提醒 一定要小心 所以接下来行情怎么办 所以我才会说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跟着我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不用担心美股一下暴涨 一下子又开始暴跌 让你能够掌握生活品质的同时 又能够开开心心的赚钱 睡得安安稳稳 昨天8299的群联 跟着我开高走前买 杀下去反黑买回来 昨天9块加差 做4张3万多 今天2404的汉唐 有没有跟着我开高先卖 翻黑下去 195.5附近买回来 又是4块加差 可能做个5张 可能又是2万块放进口袋 假日之间又可以开开心心 带着家人 对不对 现在不能出国 就在台湾找个好的景点 开开心心 做个小旅行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那这个部分我会强调 才是现阶段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如果没有把我 不知道怎么做当冲 怎么按照SOP来做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跟好我们脚步 怎么掌握群联 怎么掌握什么行为汉唐 这样子股票的 如果想要实现你的梦想 想要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记得就从现在开始 甚至想要学习县荣老师 看盘技巧 怎么去选股 怎么去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点 插举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 嘎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顾 好像弄得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 2781 0909 2781 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几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当然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真的认同现龙老师所说的 大盘现在谈了2000点 而经济未来前景不明 怎么可以跟他拼拨断 当冲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但是有个投资朋友他说 最认同现龙老师的一点就是 电视上每个投资老师 都天天在讲自己赚钱的股票 只有现龙老师 每天有赚每赚 都敢诚实公开 这样的诚信 这才是吸引他最重要的原因 那现龙老师很开心获得知音 也提醒大家 你要选择投资老师的时候 巴菲特都跟大家讲了 用人三个条件 一叫诚信 二叫聪明 三叫活力 但是最重要的诚信 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 其他两种特质会害惨的你 所以怎么去选择 提醒大家 极品操盘团队 才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想利用当冲作战 帮自己多创造财富 多加一份收入的 都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